所以电生理学的检查就是 我们电路系统它一旦坏了 我们要请电工师傅来检查 他会怎么检查 他会拿一个小机器 然后去测你的电路系统 所以心脏的电路系统类似这样子 心脏它是一整套的神经的传导网 那我们必须放了几根管子到心脏的不同的部位 然后去测试它的电位的波动 来去测试它有没有异常的回路 如果它有异常的放电 它就可以用所谓的电烧管进去 做一个电烧的动作 所以它是跟心脏管一样 可以先检查之后直接治疗 看你在某个地方有回路 有异常的回路的话 我就可以用电烧管去把它做电烧 局部的电烧就可以把它这个回路给烧掉 或是把它这个传统障碍给block掉 把它阻断掉 它也不是真正把神经烧掉 不是啦 它是有些是烧到不活化 就是说它不要那么活力那么旺盛 它就不会乱跳或回路那么旺盛 就是它 meth灭了 有一点声 边不象 Kind 这一辈子 über mornings 然后就继续来 感动 一起喝 lunch